去年4月 总部位于上海的海银财富传出要裁员三分之一 但海银很快否认 5月 网上传出消息 因旗下地产股权项目逾期爆雷 投资人上门维权 早在2019年 海银财富创办人 实控数百家企业的韩洪伟、韩孝夫子 就被大陆媒体爆出 涉套路带、内幕交易、麻烦不断 然而这样的企业上周五 正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这次海银财富IPO发行300万股 发行定价10美元 募资规模3000万美元 开盘首日跌幅一度超过25% 截止收盘 海银财富股价爆9.9美元 较发行价下跌1% 中国独立经济学家龚生利认为 海银财富在国内爆出来一些黑幕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但是对中概股产生较大影响的 是美国证券监管部门3月24号公布的监管新规 不遵守美国审计标准的外国公司 将被逐出美国股票交易市场 这项规定只在执行去年12月 前总统川普签署的外国公司问责法 中国的企业去美国上市 自所以破发行价 就是因为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它在制定新的海外资本上市的一些 有益规则 它现在在整顿所有的中国概念股 中国资本是要再去美国上市 可能未来是困难重重了 中概股上周遭遇剧烈震荡 腾讯音乐单周重挫33.93% 爱奇艺下跌37.23% 北京百家互联科技单周下跌54.95% 新唐电视洛亚林岑新刘芳财 蔡兰宝报道